刚开始的两天我们真的是大脑都不够转了 因为看到了我们现实生活回来的 和看到这些从乌克兰出来的这些 全是老人和年轻的妇女带着很小的孩子 你很少能看到那个特别就是中间段的那个年龄段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你就看到全是小孩子 甚至还有很多的就是妇女或者是老人 他们还抱着小狗还有猫 那就是身上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包 就是两个背包 没有像我们的左一个行李右一个行李 但是从Border出来的时候 就是会给他们送上水和热的 还有小孩的那个就是尿布啊 尿布湿啊 还有小孩的背带呀 甚至还有婴儿的车呀 就是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 那个逃难的人其实是什么都没有 他们只能带上他们最简单的就是一个身份证 甚至很多人也都是穿着那个尿布湿就出来了 那也是都是要急剧要解决的就是进出口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了战争的残酷 那么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了这个生活生命是多么的脆弱 那么我们又感受到的就是说 大家对没有看到他们的眼泪 没有看到他们的哀嚎 好像只是说就是只是非常秩序非常好的就是带着孩子 扶着老人就是排着顺序的就上车了 完了给的东西他们都是非常有礼貌的谢谢 孩子们从来不会也不哭也不闹 就那么安安静静的跟着 好像他们都非常的懂事 我们还可以还看到了好多都是就是newborn baby 好像就是刚出来几天的 有的就是几个月的 因为特别小 我们都是有过孩子的都是母亲 所以我们知道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很恍惚 所以你到那个时候的你就会感觉到 活着真不容易啊 活下来真好啊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就是说没有战争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那个时候我们真正的就是懂得了和平的意义 这个和平真的是不容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上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